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想必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积极准备装修了 很多人都说金厨淫味 厨房和卫生间应该是装修最花钱的地方 但是很多第一次装修的朋友 由于缺少装修的经验 在装修厨房的时候没少走弯路 今天盘石建筑CS Home Construction的Joseph石 将为大家介绍厨房装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Joseph你好 主任你好 大家好 Joseph想请问一下你 在装修厨房的时候一般来讲可以选择哪些风格呢 基本上来讲在北美这边的话 厨房的专修特别是橱柜 主要是风格主要是美式风格和欧式风格 这两种是比较流行的 那这个美式风格和欧式风格在价格上 还有质量上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在价格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就是美式风格跟欧式风格 它的材料和材质是不太一样的 美式风格注重它是以油漆或者Lugger 这种以油漆为主的实木橱柜 那欧式橱柜只要是平板的 这种比较环保的这种简单的这种样式的橱柜 那在价格上如果是非定制柜的话 他们两个的价格相差不是太大 但如果是都是定制柜的话 现在来讲其实美式柜会更贵 因为它的工艺会更麻烦 而且它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些 主持人 好 谢谢Joseph的介绍 在厨房设计的时候呢 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厨房的设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设计之前呢 我们要知道首先它要进行量尺 那量尺首先要非常的精确 非常的准确 你才能有一个好的设计 那设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首先呢设计我们要整体的布局 包括它的风格 我们要搞清楚 刚才我们聊到了它是美式风格还是欧式风格 然后风格我们了解清楚了以后呢 我们才在考虑我们的这个预算呢 还有我们这个电器的分布啊 我们都要考量 然后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量这个有多少个插座啊 这个都是要考量的 然后我们整体的风格 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考虑整体的布局 就是柜子怎么样子放 然后呢高柜矮柜 还有一些电器的这个柜子的设计 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这个我们需要整体的来布局 Joseph 那在选择地面材料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地面的材料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厨房的装修过程当中 首先呢 目前在市场中比较流行的 主要是两种材料 一个是这个瓷砖 第二个就是这个防水的vinyl 这两种呢 目前比较流行 因为厨房是经常会有水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做到防水 所以瓷砖和vinyl的这种地板呢 都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要从价格上面讲的话 如果选择vinyl的话 价格会更有优势 它会更加容易做也容易换 瓷砖的话 它的工艺相当来讲 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呢 它的耐久度 还有它的这个实用性 其实会 其实是更高的 也比较传统的做法 Joseph 您刚才说到的瓷砖和vinyl 这个vinyl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呢 它是石素的复合材料 它是石粉做的 然后呢 它也是防水的 所以它叫waterproof 它是 也是非常好的 目前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 厨房或者卫生间 用的这种防水的waterproof的一种 是复合性材料 所以说就是一个防水的复合型地板 对不对 是的 那为什么要选择防水的复合型地板 不选择瓷砖呢 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对于我们客户来讲 其实都可以 我们很多时候 也会选 客户也会选择瓷砖 那瓷砖呢 它有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很多房子 有两层 有三层的 如果房子是两层的 第二层的话 很多时候它已经不是水泥的了 它已经是木结构了 所以做瓷砖的话 它的工序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还会要加一个水泥板 水泥板上再能做瓷砖 所以它的工序要求会高一些 但如果只是直接做window的话 它的工序会简单一些 所以它的价格方面 工钱 这比较容易 也比较优惠一点 好 谢谢Joseph 那在厨房装修方面 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其实我想强调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 就是灯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灯光利用好 其实也跟厨房 可以增加不少的好的因素 那灯光呢 其实分为两种 一个是冷色调 一个是暖色调 如果我们选择的橱柜 是冷色调的 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灯光是选择暖色调的 如果我们的橱柜是暖色调的 那我们的灯光可以考虑 是冷色调的 所以这两种的话 其实现在的这个Reset Light 这个桶灯呢 其实它们可以调节的 从3000K到5000K 3000K呢是暖色调 从4000K到5000K呢 都属于冷色调 所以根据你的要求 可以来调节灯光的亮度 还有灯光的这个冷暖色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让整体的这个厨房 显得比较温馨 也比较没有那么 好像比较温暖 Joseph 您在加州啊 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装修工作了 在您在帮客户做装修的时候 您觉得客人一般经常容易出现 什么样的装修上的问题呢 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很多客户在这个装修厨房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是不太 因为他们不太清楚的 就是因为厨房的风格上面 还有这个施工的团队 他们在选择施工的团队的时候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 他们施工跟设计包括两尺 他们是分开的 然后呢 会产生一些的 就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断存的问题 就是之前的设计人员 他并不太懂施工 然后呢 两尺的人呢 他也不太懂设计 所以呢 两尺呢 他没有很清楚的 把这个尺寸量的非常的准确 然后拿给设计师的时候 设计师他们连 他们设计的时候呢 他又没有考虑到 这个施工的社会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呢 会导致他们有一些断存的问题 是可以帮助客户做 从两尺到设计 等一条龙服务的对吧 是的主持人 就是我们公司是可以 从两尺到设计到施工的话 我们是同一个团队在做 所以这样子会 大家会互相的配合 非常清楚的配合 嗯 好 今天非常感谢Joseph 为大家介绍厨房装修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